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说我儿子做过市级的政协 而我的助理就做过建制派议员的助理 所以我是中共的臥底 难道候选人的子女有美国护照的 就是CIA派来的吗 难道候选人做过港督的副手就是英国特务 这些英文叫做Bologna 广东话叫做废话 这里是2017年的香港 用一个人身边的人的背景去攻击他 是文革时代的手法 第二 他说我是戒曾俊华的票 请大家看清楚 现在的严峻形势 现在林太大热 最重要是防止他第一轮投票 就已经胜出 暗票的结果是可以随时出人意表的 怎样在投票的组合才可以做得到呢 离开3月26日还有两个星期 根本是没有人可以说得准的 唯一肯定的是曾生和我都应该不眠不休 我是要叫走可以动摇的建制派的每一票 我由入了集开始 每分每秒都是在做这个动作 我是争取最多的选票的 不是戒票 我也不会说曾生在戒我的票 市民现在开始明白 特首选举是淘汰制的 非建制派的选票始终会回流 根本没有人可以借民主派的票 于是有人就开始怀疑我 又变调了 又说我借曾生的民望 候选人都有责任用尽全力 去争取市民的支持 我要市民看到我的能力 看到我的诚信 令香港人是有希望 有信任 这样做 为什么会是错 怎么可能会是错 我会继续努力 希望大家会体会到 我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施政理念 我诚意兼定的作风 我捍卫法治 和香港精神的心和抱负 无论我赢还是输 我都希望这些条件 成为香港人对特首的要求 多谢各位 你会投诉黎智英的投诉 我不会去投诉他 我也不会去告他 因为我不流行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完全是说了大话 是用欺骗的手段 或者是威逼利誘的手段 使人家有些候选人不当选 或者使一些候选人当选 才是犯了武蔽及非法行为条例 如果我有那些证据 我可能会去告 但现在我觉得是不够的证据 你觉得是不是有人放音箭射你 是不是有人放音箭射你 现在已经变成名箭了 又变成名箭了 又变成名箭了 来自哪个候选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个候选人 有人 现在有人拿着名箭射我 那你觉得是候选人还是他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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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证据的东西不要说 不要像人家那样胡说 那些人 那些人 其实来时都会有些人说 你其实是戒票的目标 为什么今天怎么正式会说 很多戒票我已经解释了 戒票 如果你是读过小学三年级 会加减数的 你都知道没得戒票 那些是不在言中 现在有一些人说 我说我是共产党臥底 那些最慌劳的言论 我才出来反驳 其中原来法院宣伟就说 会被太宣伟离这个 即民法组络的合选 那现在有没有法院宣伟 在马帝里说 在这个时候 没有人这样说的 没有人可以跟我说 这麽秘密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你不去做 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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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够做 不知道這些聰明的人 我想不到他們怎樣選擇 胡國卿法官教英文 什麼叫Belloni 夠暗 這就是李翻譯多少字 他翻譯是廢話 今天是夠暗傳神很多 有禮拜的辦門 真是叫夠暗 真是夠暗 這個節目已經是慣性的污染 你明明是說髒話的 已經不能回頭 大家如果想聽那些沒有說髒話的節目 就不要看《玉文猜場》了 因為《玉文猜場》在幾年前已經是污染了 你明明嗎 我自己污染自己 那你去看《玉文猜場》一定會爆 看《玉文猜場》會黑色 崩崩有禮 大家可以選擇 這一集 三節 都是說一個人 就叫做肥佬禮 你不喜歡聽 你就轉台 OK 從現在開始 到十一點半 都是說這個策略 OK 為什麼我們前面用五分鐘 播這個《胡官反駁黎智英》那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3月12日 在他的《蘋果日報》那個評論版 放在頭上的 我又記得在2012年9月 他母親寫了一篇 叫做《自由的分水嶺》 那篇文章是動我的 這篇文章是動這個《胡官》的 那篇文章是在2012年 我那篇文章是說 我收了共產黨的錢 就搞散泛民 那時候寫這個人民力量 氣勢如雄 你明白嗎 所有的民調顯示 分分鐘有五席 座底拿三至四席 黃楊達就被 不要說戒票 你不要說戒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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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少少就輸了 寫一篇文章 在選舉前 接著開動蘋果的機器 和所有泛民的機器 抹黑抹紅 無求要黃毓民落選 2016年 有故技重施 你明白嗎 這次更厲害 找個大耀廷出來 再加上整個泛民 雷動計劃 這樣來搞我 這次被他搞到了 這次搞到 其實不是輸給他的 是輸給共產黨 我現在告訴你 這一篇叫做自由的分水令 是可以告他 好像胡官說的 那個選舉及舞弊 括弧非法行為條例 我就去ICAC告他 你知道嗎 投訴他 這宗我真的有投訴他 但我當選 你明白嗎 我沒有因為這篇文章落選 是吧 那以來 ICAC就是不成案的 這件事 他也有給口供的 我要告訴你 我和他也有給口供 是吧 好了 這次就照版主管了 胡官了 就為了這個所謂特首選舉 為了幫曾俊華助選 是吧 要全個泛民 為曾俊華去背書 是吧 背了整個泛民主派 還說抗爭 這篇文章叫做 嘩 這個人呢 如果要講仆街的人 我想沒有一個人 是仆街得過黎智英 但是你吹他 不吹他 他大人把錢 他在台灣 炒賣地產 賺了很多錢 全世界都有樓 有物業 加拿大 有美國 有法國 有台灣 有罵他 就行得了 是不是 如果按照他這篇文章的邏輯 或者他過去寫這些文章的邏輯 到關鍵時候 他就 赤膊上陣 是吧 不斷抹紅抹黑 是吧 這次還有一個 叫做 韓連山 無端端被說是中共的臥底 還明明 叫明明 明明 是一個中共臥底 你蘋果日報還要給他寫東西 干預蘋果日報的編輯自主 所以稍為有廉恥的人 都不應該計算在蘋果日報做 稍為有廉恥的人 都不應該計算在蘋果日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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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是吧 是吧 你哪有一個這麼賤的人 是吧 你會妨礙了編輯自主 你也會做的 是吧 即是 唉 不過 蘋果日報有很多我的老友寫稿 即是說這句話就好像 即是說這句話就好像 不過 沒有辦法 是吧 屌你什麼真是 喂 你 他真是可以初原禁扁的 現在他屌你什麼 你是不是嚇到那些 那些 他那句怎麼說呢 一會我再由頭再來 即是 去分析他這篇文章 然後指出肥佬黎 那些醜惡之處 是吧 即是他抹紅抹黑 一以貫之 沒有改變的 是吧 接著控制整個泛民 每天出入他家的那些 就是何俊仁、李永達 這個 李柱銘 接著還有其他泛民那些人 是吧 黃浩銘 都去朝拜過他 現在可能不給錢寫文年 因為你長毛仔 你什麼 要選特首想企圖 搞這個曾俊華 你搞他的臉 搞他要做的 我對三個候選人 都沒有任何個人的欲惡 我可以告訴你 其中 有些甚至和我很厲害 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我們說的 大是大非 我們從頭到尾都認為 這是一個 有什麼陰點的遊戲 香港人 是不應該參與 是要去抗爭 要爭取一人一票 選特首 任何的形式 去跟他背書的 都是令到香港的民主倒退 這個是我們的立場 是始終不變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說我 不合時宜 說我不顧政治現實 說我只會說原則理念 破壞大事 都是這樣說的 我告訴你 一個人沒有理想 不說原則 跟一個死人是沒有分別的 你現在就在這裏講政治現實 但是這個政治現實 都是估計的 都是博的 你要博的那些暗票 加上泛民的票 夠六八零一票 然後才捧到這個 曾俊華 這個所謂 兩害雙權取其輕 英文叫做 這個叫做什麼 勒世衣服 對 其實用中文最好 是兩害雙權取其輕 你也承認那個人是害的 他不是建制派 曾俊華 現在的網媒 主流媒體 蘋果日報 一周刊 當然可以 喜歡怎樣用 要為曾俊華明羅開道 郵清源的《八五二郵報》 天天在那裏救揭 劉世良在城寨 天天在那裏救揭 還有一條混亂的徐少華 和志深的D一百黎則粉 鄭京漢 全部都是在黎智英的指揮棒下 搖其立喊 你真是 你們這班人有沒有良心 你告訴我 你想治香港於何地 請問 在黎智英的指揮棒下 你去製造一個假象 這是一個選舉 是有機會 那些建制派的選委 會倒戈 然後來增進華這個陣營 那香港就 on了 大哥 你這班人有沒有良心 我們說這些說話 你又可以扣我母子 就是林鄭月娥的助選團 收共產黨錢 收共產黨錢 我們做又死 不做又死 我們現在退出社運 又死 退出社運 因為共產黨吹了雞 所以你就要退出社運 對吧 橫死碰死 所以我一定是鼓奇如勇 就對著你泛民專派 這班陷家產 和黎智英這個混蛋 我們一定 在我的生命終結之前 我看著你混蛋 所有我開過名的人都是 民主黨 公民黨 公黨 OK 還有 這些大大小小的新舊泛民 我們說這些東西 在黎智英的邏輯 就是收共產黨說 你看看他這篇文章 這個東西快要接近失智 接著會失能 你應該學瓊瑤 宣布你 最好安樂死 告訴他 有沒有看瓊瑤一篇 今天Facebook的文章 寫得非常之好 對吧 我的出生是偶然 死是必然 那為何你不讓我的奸 怎樣死呢 黎智英是信天主的 如果你想他上了天堂 我就一定不信教了 我告訴你 真的 是啊 他有機會上天堂 我們一定是無神倫者 我告訴你 剛才在毓文說到 黎智英這篇文章 我們覺得特別有一個要強調 好像胡官一樣 他有渠道發表他的反駁 雖然他說沒有證據 他也不會說 但你看看何年山 何年山反駁 就沒有人會說 不是在網媒上 立場 我都不是很喜歡這個人 老實說 他有一段時間 連論我都覺得很厲害 鬼的意思就是 是鬼異過鬼的 是吧 但是我都在Facebook 打了他 我告訴你 這些什麼 吳智森 黎則粉 全部打了 都是認識很多年的人 是吧 免得你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是吧 喂 他 是不是你口中的 中共臥底 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證據 但是你這樣扣人 紅帽子 你不用負任何責任 即是他讀誰就是誰 我屌你老母 你黎智英 你真是混蛋 喂 你不用負任何責任 是吧 你喜歡說這個 是中共臥底 喜歡說那個戒票 喜歡說黃毓民 就是港獨屎作俑者 陳文是港獨屎作俑者 現在阿爺吹雞修僵 所以兩個都不敢說港獨 我屌你老母 我什麼時候說我港獨 你吃錯藥嗎 肥老麗 你是不是吃了屎 肥老 有什麼證據 有什麼文章 認識我的人 有聽我的節目的人 都很清楚 你也想 當然我是港獨屎作俑者 屌你老母 肥老 是吧 這個人 是一個賤人中的賤人 我告訴你 你看他這篇文章 就像的 但是那個娛樂很多人 那裡慘 你看下面的留言 有些贊成他說過 支持曾俊華 那別人都看出你成什麼 就是幫曾俊華拉表的 屌你老母 但是那個客觀效果 你是 被罵曾俊華 所以用你的邏輯來講 你的罵 是不是林鄭臥底 中共臥底 因為 你越是這麼高調 屌你什麼 共產黨 還加大些壓力 叫那些選委千萬不要走過去 誰敢走過去殺你全家 我告訴你 你哪個選委敢去投給曾俊華 我殺你全家 就是因為你黎智英這篇文章 喂 共產黨認為你是美國特務 屌你老美 我們說都可以 我說你是美國特務 我說你是CIA 我說你是共和黨特務 可以不可以 幫我們無權無勢 是嗎 喂 我有張報紙 我不負責任 我天天說你老母肥老奶 是美國特務 可以不可以 我洗腦證據 那你可能走出來 我做美國特務 我做中共特務 那樣也可以 他是民主國家 那個結權國家 那樣也可以 屌你了 這個人 他用什麼來形容 他現在還有很多人 復英在他旗下 收了他的好處 你這幫人 通通沒有資格 去駁斥黃毓民 吵咬黎智英 因為你全部收了他的錢 對不對 你民主黨 不能跟他互航 你公民黨 不能跟他互航 你社民連 不能跟他互航 你全部收了他的錢 我怎樣吵咬他 你也不能拼 你拼了我 那個就是乾弟 因為你收了他的錢 是不是 你民主黨 跟他互航 你公民黨跟他辯護 你梁國雄跟他辯護 你梁國雄跟他辯護 他現在說你梁國雄發神經 你為什麼要選特首 這個我同意 其實他也不是發神經 他為什麼要出風頭 這個人寧願為自己 說了九十幾次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 大家已經開始 以衝目明 你不要當香港人白師 才行 尤其是年輕一輩 沒有人會喜歡你這班人 我現在告訴你 你肥佬禮 根本就跟時代脫節 但是你有錢 有傳媒 你就繼續 維非作大 喜歡扣這個紅帽 就扣這個紅帽 喜歡抹黑這個 就抹黑 我是受害者 我絕對有權在這裡 吵咬你 這樣吵到你大鼻 是不是 一二年你搞我 一六年你搞我 之前找狗仔隊跟我家人 你壞事做盡 對我這家人 我告訴你 所以你肥佬禮 在公在私 你也是我的仇人 所以我一定要利身 先說明 不然我以下說的話 吵咬你了 不要兒童不宜 以及極端吵咬你了 不要凶惡 所以大家可以轉台 不要亂聽 吵咬你了 還有 我有生之年 我都要看著他怎樣 混蛋 我在這裡說的 是嗎 即是我會用盡 吵咬你了 我的能力 去詛咒這個混蛋 我要學Barry Ma 我要向他學習 即是用他的語言 吵咬你了 我怎麼去詛咒這個混蛋 我告訴你 否則不足以蝕粉 好了 我們現在比較理性 不會 你還沒說一句 你還沒叫他下地獄 下地獄 沒意思了 下地獄已經便宜了他 吵咬你了 是要他生花柳 梅毒 愛知吵咬你了 然後痛苦生人 不能死得 那種是要 吵咬你了 人家餓病在床三年 吵咬他餓病在床 要二十年都不能吵咬 你明白嗎 吵咬你了 這些是學Barry Ma 不是我說的 我現在引用的 不是我說的 你還沒說以前 我問阿根 經常在這裏 給你機會發揮 古德明去批評鄭松泰議員 那篇英文歌 是你寫的嗎 是 我都猜到了 我猜到了 你有沒有看一句寫 有 但是語言從來不是我的強項 不是 你不要說得通 而且 沒有辦法 那時候你 邊問泰士春的話 說這些都沒有意思 他現在是針對你成淘汰 對呀 有一個關鍵就是 古德明也是一個混蛋 你明白嗎 他英文好人好嗎 有人會比他好 對不對 你現在挑選這些 他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針對你成淘汰 我都無關同樣 就是這樣 這個人 這個是賤人中的賤人 是不是 又是一個賤人 一個超級賤人 OK 你肥佬 現在這個關鍵時候 做這篇文是什麼呢 什麼目的呢 很清楚 他覺得 他動用了 整個一傳媒的機器 到曾俊華 得到這個特首的寶藏 你不要發瘋了 就有行李 不只是這樣 不只是這樣 你這樣去抹黑人 抹紅人 然後不用負任何責任 這個是沒有天理 我覺得 陳奕君也是 你想好老眼昏花 你明白嗎 帶他去信天主 這個傻子一定是落地獄 這個一定要顛污天主教 你明白嗎 你看看這篇文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待會我們會逐段去批判他 因為有很多事情 除了你是以推論代替觀察 以猜想代替形式之外 是用心可注 不只是陰謀論那麼簡單 你是很黑心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你的後代會受你的影響 你真是累死你的後代 我現在告訴你 你扮成《蘋果日報》 已經屠毒很多人了 我告訴你 然後你還要在政治上翻文覆語 利用你有幾個臭錢 是嗎 傳養一大群 阻礙香港進步的人 然後每個人掛著民主派的名目 掛著自由派的紡紙 招搖撞騙 招搖撞騙 誤盡蒼生 柔青元 黎則憤 吳智森 鄭京韓 劉世良 徐少驊 還有一班泛民主派 邵家俊 所有這些人 大大小小 全部 按照指揮柏來動 這些就是在選舉前 關鍵時候就出這些文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2012年那篇《自由的昏水嶺》 還有這一篇《不要讓陰謀得逞》 如果只有一篇你不覺得奇怪 兩篇加起來 你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很奇怪 到時到後就弄一篇這樣的長文 你干預選舉 雖然這不是選舉 他以為是選舉 就是干預選舉 我不是要支持胡官 但是胡官的回應 我覺得是很得體的 沒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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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告他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說 然後選舉 他把它們拿來 於是 dripping 他 在求你 你看